字幕志明明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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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體積分 3 重積分的這個積分的概念 那我們上次在定義3重積分的時候跟你講說我可以有個函數 然後來沿著某個在商維空間裡面某個物件它的體積來作積分 所以這個物件的體積要怎麼去表現或是怎麼去展開 那就去決定這個三重積分實際上要怎麼做的一個結果 那對我們來講就是跟這個在講二重積分裡面的時候所講的這個重點是一樣的 就是在二重積分裡面我們講完基本定義之後 那接下來就是說它的積分的上下線要怎麼去決定 因為這個積分的上下線會跟二重積分裡面的那個積分的那個區塊的邊界會有關係 那同樣的這個概念在三重積分裡面這個積分的上線跟下線 就是up跟low的limiter 那它一樣會跟我的積分的這個區塊的邊界會有關係 那除了這個之外它還會跟這個區塊它在二維平面上的投影也會有關聯性 所以在三重積分裡面它的這個積分的上下線在展開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 除了本身那個積分的這個區塊那個物件大低的邊界會有關聯性 會去決定影響那個積分上下線之外 那那個區塊那個物件它投影在某個二維平面上的一個 這個投影的結果也會去對這個積分的上下線會有關聯性 好那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就是我們右邊這個圖就可以看到 假如我的這個上位空間裡面這個區塊大D 這個物件長成這個樣子 那因為我要對這個物件D的體積來做這個積分 所以這物件D的體積要怎麼展開呢 那這物件D的體積我假如看這個物件裡面的把它切成很多等分 然後裡面的其中一小等分叫Delta-Vi好了 那我就是利用這個在定義這個積分的時候的這個極限的概念 我只要可以把單一個這個小的區塊這個立方體Delta-Vi的體積把它表示式子把它寫出來 那我就可以用這個式子把所有的這個Delta-Vi都加攏起來 那就可以回到這個積分的這個表示的一個結果 好那對這個Delta-Vi來講 那它是一個一個小的方塊 那它的體積最容易可以去理解的方式就是 這個Delta-Vi我先把它投影到譬如說 SY平面上好了 那它就會有產生一個投影的面積 叫做Delta-Ai 就是像雷斯這一塊的 它會有一個投影的面積 那我只要把這個Delta-Ai再乘上這個Delta-Vi的高度 那就是來到這個就是這個高度 這邊的頂地的這個高度 那就是會回到Delta-Vi的這個體積的一個表示的結果 所以對這個Delta-Vi來講 我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就是 把我的這個物件D裡面 切出來的一小塊的那個方塊的體積 我可以把它當作說 這個方塊它投影到某個二維平面上 你今天可以投影到SY平面上 那會產生一個陰影一個區塊 那投影上去的陰影區塊面積就要Delta-Ai好了 那這個面積當然就要乘上這個高度 才會來到是體積 那因為今天假如是投影在SY平面上的話 那你的高度方向就會是你的Z方向 所以這邊的高度是底Z 那這邊不是只有投影到SY平面上可以 你也可以說我Delta-Vi把它投影到 譬如說XZ平面上 那一樣會產生一個陰影 然後會有一個底面積 那這時候這個Delta-Vi一樣可以寫成Delta-Ai 那這時候你的高度方向 假如你是投影到SZ平面上的話 你的高度方向就會變成Y方向 就是說你可以跟著看你是投影到哪個方向 哪個平面上 那你的高度方向就可以跟著做一個變換 那對Delta-Vi來講 它只是大D的物件所切出來一小塊方塊的體積 那我真正關心的是整個大D的這個物件 所以我的整個Delta-Vi寫出來一小塊之後 你最後應該是想要知道說 那所有的Delta-Vi都加總起來 所有的Delta-Vi都加總起來 那才會是原本的這個物件體積 那所有的Delta-Vi都加總起來的話 那應該要怎麼去表示它這個結果呢 所有的Delta-Vi都加總起來 那當然就是你的這個 一個小的Delta-Vi 就是這邊的底V 那整個積分起來 這個結果 那怎麼去積呢 那因為你的一個一小塊的這個方塊體積 是這個投影下來的底面積 然後成一個高度嘛 那這個底面積 我假如把它對這個底面積的整個x方向跟y方向 把它整個積起來 這個底面積因為是在sy平面上嘛 所以它就會有x跟y的這兩個方向所組成的 這個方向叫底x好了 那這個方向叫底y 所以我的這個Delta-Vi 是Delta-Vi一小個方向投影下來的底面積 那我假如是一整個這個物件 整個投影下來這塊陰影的這個面積的話 那應該就可以當作是 剛剛一小塊的方塊投影下來的一小個底面積 那我沿著這個投影 這個物件在sy平面上的這個投影的這個R 這個陰影叫做R 我沿著這個R的邊界在x跟y方向整個積分起來 應該就是我的全部的投影的底面積的部分嘛 所以裡面那個Delta-Vi的部分 我等一下應該可以把它當作說 它是一個dx、dy成在一起的一個結果 而且這個dx、dy的積分呢 是代表我的這個R 就是我的原本的物件在sy平面上的二維投影的這個陰影這個R的邊界所去決定的 那這就回到二重積分、面積分裡面的問題 那我們在講二重積分、面積分裡面的問題的時候 說到我現在假如只看到下面的這個投影的二維平面的這個陰影的R的這塊面積 要對它的面積做積分的話 那我是來去做切塊的動作嘛 我有x方向、歪方向 譬如說我可以把這個 我可以把x當作說它是從 現在就先來稍微切一下 我可以把x當作它是從s等於a 然後到 譬如說s等於b 把x當作s等於a到s等於b 我現在來決定那個投影下來的那個陰影 xy平面那個R那個陰影的這個面積 那就是它的邊界 那我可以把x當作從a到b的這個區間 那y的部分就是從左半邊的這一坨 左半邊的這個邊界 那一直到右半邊的那個邊界囉 y的部分應該就是從左半邊的這個邊界 那一直到右半邊的這個邊界 那左半邊的邊界的y叫做 y等於g1 of x 好了 它就是一個曲線的旁程式 這應該很容易可以判斷出來 那右半邊的y 綠色的這個y叫做y等於g2 of x 就先把這個邊界把它描述出來 那投影下來的這個陰影 它就是回到二重積分 面積分的問題 你要記得就是 就會回到我們上個禮拜所講到的 因為你要對它的面積做積分 那x跟y兩個方向 所以你就要去決定 x的區間還有y的區間 那sy的區間就會跟這個r 這二維投影的這個陰影 這個r的邊界會有關係 那就開始去做那個切的動作 所以對那個r來講 它的面積 它面積等一下我們如果寫出 它展開的四值 它就是一個底x乘以底y的積分 然後x是從小a到小b 然後y的話是從左半邊就是g1s 到右半邊就是g2 of x 所以這個底面積的這個部分 的這個結果大概是這樣子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寫完底面積之後 那我應該要再乘上高度 才是來到一個完整的體積 那這邊的高度應該就是你的這個 所謂的z方向 因為你是投影在xy平面的話 那你的高度就是你所謂的z方向 我把它寫在這裡 我的高度就是我這邊的底z 就是我所謂的z方向了 那我剛剛已經對於x跟y就是底面積的這個邊界 它的區塊的這個邊界都把它寫完了 那剩下來還有要去寫的這個邊界就是在高度方向 那高度方向的話你要怎麼去看它 高度方向的話就會跟這個原本的物件它的邊界會有關係 它本身的邊界會有關係 那這是什麼意思 那這個物件它可能就是一顆顆粒 形狀不規則的顆粒 那它高度你要怎麼去想像它呢 那高度你可以把它當作說是 因為反正這個物件它就是從這個 下半部的這個凹面跟上半部的這個凹面所組成 所以這物件的高度方向你可以從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從這個 下面這個凹面 下面這個凹面 然後跟上面的這個凹面 所刮起來的 那什麼意思呢 因為一個 你就把它想像成一個完整的物件是這樣子 因為你是要看它的高度的Z的方向 所以你可以把它一刀切成兩磅 切成兩磅 就是有下半部的這個凹面 那下半部的凹面的這個 就是這邊黃色所畫的 它的這個圖形的特徵的方程式 就是把它切成這個凹面 所以大概是長這樣子 下半部的凹面特徵方程式 叫做Z-H1 of Sy 好了 這是下半部的凹面 然後跟上半部的凹面 所以它的這個高度方向 你就可以把它當作是說 是下半部的這個凹面 然後跟上半部的凹面 所去夾出來的 那上半部的凹面 就是綠色的這一坨 叫做Z等於 叫做H2 of Sy 好了 所以你的高度的方向 就可以從那個 原本物件大D 你一刀把它切成兩磅 下半部跟上半部 這兩個凹面的方程式去決定它的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所以這為什麼我們講說 在三重積分裡面 它的這個積分的上下線 會跟就是大D的邊界 還有它在二維平面的投影會有關係 因為在二維平面的投影 它就會決定這個底面積 二維平面的這個投影 它基本上是決定 我的這個物件 它的底面積的概念 那原本的物件的邊界 它其實就是表示這個物件 它代表了高度的方向 高度方向的這個區間 所以你的物件的這個體積的積分 你就是把它想像成 它是一個底面積乘以高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你要有底面積 你就必須要有一個平面的投影 所以就會有那個二維平面的投影 投影之後就會有對應的一個高度方向 那就像這邊的圖所畫的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回到這個體積的這個展開的式子 要對大D的這個體積做三重的積分 這個符號的書寫 稍微看一下 因為三重積分 這個體積的積分 它展開會有三個方向 S跟YZ 所以積分寫三次 然後這個下標寫一個 在積分下面寫一個大D 代表它是對這個大D的體積來做一個三重的積分 所以你要怎麼展開呢 這時候的展開 你就可以把它當作說是一個 底面積乘上高的一個概念 好 那底面積的部分 高度我先把它掛號在裡面 底面積像我剛剛所畫出來的 我把它投影到SY平面上 所以底面積的話 我先把它寫在座外面 就是這個 比X 比Y 然後就是這個二重積分 那它是什麼的二重積分呢 它是大D投影在SY平面上 的那個陰影 叫做R 叫做這個R的二重積分 然後它是SY平面上 所以跌S 跌Y 好 那高度的這個部分 我就把它寫在中國號裡面 高度的話 你還有一個頂Z 那Z是從H1一直到H2 of Sy 好 所以我整個的這個 完整的這個所謂的 體積分的一個表示的方式 就可以寫成是這個樣子 好 那這個樣子 我們假如把它寫得更清楚一點 就是我把我的XY的那個 上下線的區間都把它寫好 那最後的這個結果 會變成是這樣子 X的部分是從小A到小B 剛剛講過了 然後Y的部分的話是從 這個G1到G2 Y是從G1到G2 好 那最後中括號裡面的Z的話 是從H1到H2 然後底Z 底X 底Y 所以最後的這個 完整的一個 積分的一個寫出來的 式子的結果 會變成是這個樣子 Z方向是從H1到H2 然後Y方向是從G1到G2 然後X方向是從小A到小B 好 那這邊一樣的 就是 我們接下來要講的 一樣就是你要注意到 在三重積分裡面 那個積分的順序 因為它是一個體積的一個積分 所以你知道它展開一定是有 DX DY DZ 有X方向Y方向跟Z方向 那到底你是要先對XG 對YG 還對ZG 就那個積分的順序 那這個積分的順序很重要 跟在講二重積分裡面的那個結果是一樣的 那個積分順序你要確保說 你只有G出來一定是一個 一個確確的一個數字 你不能是一個變數 所以這個積分的順序就很有學問 就是第一個 你一定有明確那個積分的上下線 一定要放在最外面 像在這個情況裡面 有明確的積分的上下線 在X跟Y跟Z三個方向 是X X是從小A到小B 所以你X的積分一定是放在最外面積 然後E序 E序就是再來Y跟Z 那你就看Y跟Z哪一個 哪一個這個項目它的變數的數目比較少 在E序往內 那換句話說 反過來講 就是你變數最多的那個方向的那個 範圍是應該先積的 那在這個問題裡面應該是Z Z的話它的變數有X跟Y 所以Z先積 積完再積Y Y的變數只有一個X 然後最後X的部分 它是常數 它有明確的積分上下線 小A到小B 放在最外面積 那原則就是你最後 你一定要確保積出來的一個 一個結果 它會是一個明確的一個數字 它有一個明確的一個數字 它不能是一個變數 或是一個 一個函數的一個樣子 好 那積分的順序 它很重要 就像剛剛所講到的 除了你要去 就是 知道說要擺對 那個積分的前後的順序 為了確保最後 積出來是一個明確的數字之外 那這個積分的順序 有的時候你看人家寫出一個 三重積分的一個樣子 那你從那個積分的順序 你其實也可以去觀察到一些訊息 包括這個訊息是會給你明確的概念 就是你的這個三重積分的體積分 所積分的那個 那個物件 它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那對三重積分來講 在SY跟Z的這個 三圍坐標裡面 那它反正就是六種順序 因為DX、DY、DZ 三個方向的變數 那在排列 總共就是這六種順序 那不同順序它所代表的那個概念 所代表的你把那個體積去怎麼樣做一個 底面積展開那個概念 都不太一樣 都有一些微小的一個差異 那這個差異其實都可以跟你講說 可以讓你知道說到底這個區塊D 到當時是怎麼樣做一個投影 然後它的邊界大概是長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好這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這個三重積分來講 那反正就是這六種可能性 那這六種可能性顯成這個樣子 其實你要注意的重點就是只有在於 就是它前面的第一個積分的這個欄位 跟後面那兩個積分的欄位 它會分別代表不同的這個重要的一個訊息 那第一個前面第一個積分的這個對象 是第一個積分的這個順序 第一個積分的這個順序或是這個方向或是這個對象 它可以告訴你什麼訊息呢 第一個積分的這個對象 那我們看這邊的這個剛剛舉的這個例子就知道了 剛剛舉的這個例子啊 最後寫出來的積分的順序叫做 底Z乘以底Y乘以底X 那所以剛剛舉的這個例子 第一個積分的那個方向是底Z 那底Z代表什麼呢 底Z的這個上下線 是從Z等於H1到Z等於H2 Z等於H1是原本大D的下面的奧面 Z等於H2是原本大D上面的這個奧面 所以第一個積分的那個方向 其實就可以直接跟你講說 原本你那個物件它的邊界長什麼樣子 像這邊的例子是Z Z從H1到H2 從H1到H2就是代表原本物件的那個外觀 就是它的邊界的這些訊息 你可以從第一個這個積分的方向 那它的這個上下線可以去看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這個第一個積分可以告訴我們什麼資訊呢 就是這個大D它的邊界 你可以從第一個這個積分的上下線可以去看得到 那再來 後面跟隨的剩下的這兩個積分 那應該就代表什麼了 那應該就代表你的這個大D 它所投影的二維平面的那個 投影的陰影那個R的一些訊息嘛 所以後面的那兩個積分 應該就代表那個二維平面的投影 那個大R的那個訊息了 就是你的底面積的訊息了 好 好 那它是什麼訊息呢 什麼訊息你希望去知道 那第一個就是 譬如說 你寫成是一個 這個 像這邊所寫的 你如果是抵Z抵Y抵X的話 那你就知道 後面那兩個積分是抵Y抵X 那你就知道說 我假如把積分順序選成這樣子的話 我的這個大D R是投影在XY抵X 所以第一個 它所投影的平面是哪個平面 你就可以知道了 譬如說 這個 假如是 順序是長這樣子 抵Y抵Z抵X的話 那你就知道說 後面那兩個積分是抵Z抵X 所以這個大D 我假如把積分順序選成這樣子的話 我就知道說 他應該 所去想像的那個投影 第一個就是投影在XZ的平面上 會產生那個二維的 這個投影面 然後Y方向就是我的高度方向 那就決定我的大D的這個邊界 所以後面那兩個積分 基本上就告訴我說 他所投影的二維平面 他是處在哪個平面上 那 對應的那個高度的方向 你就可以知道了 高度方向就是第一個 第一個那個 積分的那個對向 那個方向就是你的高度方向 好那最後就是 他的上下線當然就是對應 對應這些邊界 的這些訊息 最後點就是 這些不同方向 所對應的上下線 應該就可以讓你去相對應的看出 不管是他的投影面 或是他的高度方向的這些 代表了邊界的訊息了 所以這是關於積分的順序 的一個概況 那我們最後很快來看一個例子 在這個章節裡面 在講體積分 在實作上 你會碰到什麼樣的一個問題呢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他在問你就是 想要去找到那個體積 是由這三條線所夾出來 在這個 就是第一項線上面的那個 就是夾出來的區塊的體積 那這三條線是什麼 Z等於1-Y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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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這個奧面 類似像這個樣子 因為是在第一項線 所以我就只畫第一項線 這個部分 Z等於1-Y平方 是這邊的這個奧面 然後跟Y等於2S 是這邊的斜邊 所以奧面跟斜邊 他就會切出一個 類似這個蛋糕 然後這邊切一刀下來 所以這邊是一個 大D的前面邊界在這裡 那還有Z等於3 X等於3 X等於3是在這裡 所以他就類似切出來的一個 區塊大D 會長成像紅色圖所畫的這個結果 這個圖你要自己畫出來 就是如果考試的話 可能會告訴你的這個題目 就是類似這個樣子 會給你三條 在空間中的三條 不管是線或是面 然後夾出來的某一個區塊 那個區塊 你可以自己畫 描述的出來 因為你要可以把它畫出來 你才有辦法進一步的去決定 這個區塊它的邊界 因為它的邊界就會去 這個直接反映出 它的這個所謂的 積分的上下線的這些狀況 好 那我現在這個 所針對的這個目標 就是這個大V這個體積 那當然就是這個大D 這個區塊的 參重積分 就是它的體積分 好 那體積的話 概念上就是底面積層高 所以第一個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先找個二維平面投影 投影出一個底面積 然後它對應的另外一個方向就是高路方向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 找那個投影 那這投影你要怎麼找呢 那你的大D的這個區塊長這個樣子 你的投影面 其實最簡單方便就是在 SY平面上 因為它的底面就是黏在SY平面上 所以我把它的這個 底面積把它當作SY平面 就是這一塊 這一塊的部分 我就把它當作 是所謂的這個 投影面 SY平面的投影 所以灰色陰影這一塊 就把它叫做R 就是我的SY平面 這個大D投影在SY平面上的這個區塊 所以我的這個 體積翻的展開在這個地方 那我應該要怎麼寫呢 那個積分的順序 就可以先把它寫好了 積分數據 那因為你是投影在SY平面上 所以你抵X抵Y 應該是寫在座位外面 那你的高路方向就是抵Z 就是Z方向 所以我等一下寫出來的 大概積分數據 應該就是一個抵Z 然後乘上抵S抵Y 那抵Z抵Y到底是抵Z抵Y還是抵Y抵X 這等一下再去看就好了 就是記得 最後明確的積分的上下線的那個部分 把它擺在座位外面就可以了 好 那 所以這邊的這個 這個 投影的這個 裡面 一小塊的面積 對它的AI 是這邊所畫的 這一小塊 長成這個樣子 好了 所以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一樣化整為0 我把它投影出來之後 那我的XY平面 就是個別去積分 然後積出來 一大塊的這個R的面積 然後再乘上那個高度方向 高度方向是Z方向 所以我有個這個 這個 底面之後 那我再 往上 往那個高度方向去做那個積分 的話 我就應該可以順利的去積出 這個整個的這個完整的 體積 這個內容了 再往高度方向去做積分的話 應該就有 機會可以去積出這個完整的體積 的一個內容 所以概念上 大概就像我這個圖所畫的 我有這個底面 然後 底面的話 就是這個 XY平面投影的面積 所以等一下會有 X的這個方向的區間 跟Y的方向的區間 那X的方向的區間 跟Y的方向的區間 就會有這個 R 這個陰影 白色的陰影的 這個邊界所去決定 所以這個我們等一下再去看 那除了這個之外 高度方向 就是Z方向 就會從 到底你是從這個 底面的這個Z等於多少 然後一直往上 往上到這個 頂端的時候 Z等於多少 那高度方向的邊界 應該很容易可以看出來 最下面應該就是 Z等於0 因為就是貼在XY平面上 所以那個底Z 那個Z的這個區間 在這裡 我可以先很快把它寫好 最下面 我知道 它應該是從Z等於0 就是這個白色的這個 小的這個 這個 底面的陰影 從Z等於0 最底面 一直往上 往上到黃色 然後一直往上 會碰到頂到綠色的時候 是Z等於多少 碰到頂的時候 應該就是 原本的這個 凹面 最頂端 就像屋頂 它一個凹面 這個部分 那這凹面 是叫做Z等於1-Y平方 所以 高度方向 在這個地方 應該是從Z等於0 一直往上到這個凹面 的地方 Z等於1-Y平方 就停止了 所以我的Z方向邊界 應該是從 Z等於0 然後一直到 Z等於1-Y平方 所以 這是我的底Z 然後還有 底X 底Y 先把它留著 所以這邊 我就很快的去 看到 那個 高度方向 的這個部分 好 那最後 S跟Y的方向 就是你的 投影的面積 S跟Y的方向 這個區間 要怎麼寫呢 好 那這個區間 這個 比較 相對比較 複雜一點 所以我把這個圖 再把它畫出來 SY的 頭影的這個面 我把它 另外把它畫出來 因為 那邊 這樣不好看 就是你要轉個頭 轉個角度 這個S方向跟Y方向 不是我們所熟悉的 SY方向 所以我把它轉一下 我把那個R 這個區間 我把它轉一下 把它畫成 這個S跟Y的這個平面 這樣可以幫助我去 判斷 在X方向的區間 要多少 然後Y方向的區間 要多少 好 那這個R就是 這邊的這個T型 這邊的陰影 這是一個T型 T型的這個面積 所以畫到這個 轉一個方向過來之後 這個你應該 很容易可以看得出來 轉一個方向過來之後 這個R 它是長成這個樣子 我的R是長成這個樣子 在SY平面上 好 那 這個R的這個底邊 當然是X等於0 然後這邊的下底是S等於0 那上底的話 這個Y等於0 那上底是Y等於1 那左邊的斜邊是什麼 斜邊就是這一條 Y等於2S 所以這個斜邊在這裡 就是Y等於2S 就是S等於2分之Y 另外一邊 這邊的話是X等於3 所以它的這些 四個邊界 我就先把它寫好 好 那所以對這個R來講 它的邊界你要怎麼去寫呢 這個R的邊界 因為接下來要做二重積分 二重積分就是有一個ΔAI在這裡 一小塊的這個ΔAI 然後你就會有X方向 X方向 然後跟這個Y方向 會有這個Ds還有Dy 接下來要做的 對這個R它的面積來講 因為SY平面的投影 所以一小塊的面積叫做DsDy 然後Ds從最左邊接到最右邊 然後Y從最下面接到最上面 好 那這個R的邊界應該很容易可以看 就是你先上下切兩刀 讓它從Y等於0到Y等於1 然後那左右再兩刀 X從2分之Y到S等於3 就結束了 所以這R的區間在這裡 就是Y是從0到1 好應該很 這應該很容易可以看 那個線我就不畫了 因為你這個上下 下底跟上底分別兩刀 就是Y從0到Y等於1 然後左邊的這個斜刀 跟右邊這一刀再下來 X從2分之Y到S等於3 那這樣就可以明確的規範 這個R的這個邊界了 所以它的Y是從0到1 然後X是從2分之Y到3的這個範圍 好 那這樣大家就結束了 剩下就是計分的問題而已 所以這個體積在這裡 剛剛寫到Z從0到1-Y平方 抵Z然後抵S抵Y 所以接下來就是把S跟Y的區間 的那個上下線寫進去 那這時候你唯一最後要注意的一點就是 你要把有明確積分的上下線那個放在最外面 那在這個部分的情況就是Y Y是從0到1嘛 它有明確積分的上下線 那你把它記得擺在最外面積就好了 所以那你這邊寫的順序就沒有錯 你把Y是擺在最外面積 因為它有明確的上下線 那最後寫出來的這個式子 就是從Y從0到1 然後X的話從2分之Y到X等於3 然後Z的話是從0到1-Y平方 然後依序去做這個積分就可以了 依序去做積分 那你記得這個積分 它就是一定是一個偏積分 就是你在一個單一變數的時候 其他變數都當過常數 你不要覺得說其他變數是不是還要想像成 它跟原本變數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就是依序的往外面去積 然後積單一個變數的時候 其他變數都當過常數去積就好了 好 那這個數字帶進去之後 這個過程我就不寫了 數字帶進去寄出來 它應該是有一個明確的一個值 叫做8分之15 所以這個體積分的這個內容 大概就像這邊所寫的這個樣子 其實它跟面積分非常像 它跟面積分非常像 只不過多了一個方向 那就變成體積這樣的一個概念而已 所以在面積分裡面 你所會碰到的這個問題 在體積分裡面應該都會碰得到 好 那最後我要寫的呢 就是在這個章節裡面 有很多這些定理 這些定理可以讓我的這個體積分 面積分 還有這個所謂的線積分 之間的這些式子 可以做一些互相的一個轉換 這個是補充的內容 就是你如果有興趣 或是將來如果碰到有這個需求的話 那你知道說我們在學體積分 面積分 還有這個線積分的時候 有一些特別的定理 可以讓 有時候你可能覺得體積分很複雜 那你從這個定理 就可以把體積分 做一個變換 變成一個面積分的一個展開 那同樣道理 面積分也可以做一些簡化 透過這些公式這些定理 變成限積分的一個樣子 那這些定理是什麼 就是分別這三個 Green Theory、Divergent Theory、Stock Theory 然後它分別 課本的章節 我寫給你 那因為這些定理 它所牽涉到的內容 比較多是屬於公式上的推演 代數上的演算 所以我們在課程裡面就跳過這個部分 它就是比較公式上的推演 告訴你說 三重積分 你可以用一些公式 然後把它變成二重積分 那二重積分 也可以用一些公式 把它變成這個 這個所謂的單重積分 就是線積分 這樣的一個內容 像譬如說Green Theory的話 這個Green Theory 它就是這個 可以把我的二重積分 然後變成這個單重積分 就是線積分 這個內容 然後你如果想要把體積分 變成面積分的話 就會用到第二個定理 這個Divergence Theory 第三個定理一樣是 就是這個面積分變成線積分 它跟第一個定理很像 它只是應用的一些 範圍跟情境不太一樣 範圍跟這個狀況不太一樣 比較常用的就是前面兩個定理 那這個 說學數學的人比較常用 那我們應該是不會用到 那考試也不會考 這個就是你參考一下 就是說這些定理之間 可以讓你的三重積分 二重積分 還有單重積分 在這個式子上 可以做一些互相的變換 那可以簡化你在做計算過程 所花費的這個時間跟這個辛苦 可以蹲下